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 今天是星期一 時間來到農曆年的3月14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4月22日是甚麼日子呢 4月22日 就是香港正式 被香港的環保塔利班 控制了 4月22日 就是正式要徹底進行這個所謂的走數 這個數 是掃膠的數 在這件事 被強制實行的同時 有大量的市民 是表明 整個生活 很明顯 是艱難了很多 我們先來看看4月22日 的最新情況 跟著才討論一個比較深的問題 就是到底 環保其實關不關自己的事 我們會正反兩邊也嘗試討論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空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希望你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請各位 記得安裝VPN 今天我預備跟大家最少講兩節 比較 Juicy的問題 一節我會再跟大家深入討論 香港 的前途 還有未來 所有包括中國大陸 對 中國共產黨的對抗 討論 另一節 就是近日網台 來過風起雲湧 很久沒試過 有那麼多網台罵戰 我們也會跟大家詳細結論 請大家記得留意 先來看看422 塔利班控制了整個香港全境 每樣東西變成了環保 是原教旨主義 只要他們贊成的東西 就要強制所有人 要遵守 其實 雖然聽說環保塔利班 會不會誇張了一點點 但是實際上 是真的相似的 塔利班 有很多東西是說為了你好 是不讓你做的 不單止你不可以做 他自己也不可以做 就是說 他把自己遵守的東西 強制 施加在你身上 例如 女性要戴罩袍 男性不可以剃鬚 不可以剪頭髮 這些 就是 他自己做了 是逼你要跟他做的 本身 環保 是不應該 變成了塔利班 但是 奈何 香港現在的環保 是變成了 徹底 是阿富汗塔利班式的政權 好了 有不少報導 是關於4月22日的 包括 喝珍珠奶茶 原本那條是膠飲桶來的 但是現在 就是給了一條紙飲桶來的 紙飲桶 根據很多不同的報章說做了測試 其實就算不做也會猜到的 就是用紙飲桶根本插不穿 那個 是膠 的封面 可能要用兩三支飲桶才勉強 刀穿 即是說 要報廢兩三支 的紙飲桶 才能夠刀穿 那杯飲品上面的包膠 目前 目前 香港的環保基本上 是建基於 對塑膠 的倒絕 但是同一時間 是容許你其他東西是不環保的 例如你要撼罰更加多的樹 用紙 紙本身都是一點都不環保的東西來的 因為你需要撼罰樹木 所以 如果你詳細 去看的話 環保的問題 我絕對可以用回環保的角度來攻擊你 因為 到底 整個世界撼了多少樹木 到底對整個地球 環境有多大衝擊 這些 就算你找10個專家出來 也是說不準的 簡單一點來說 你說要走塑膠 走塑膠的代價就是 你要在其他的環保事項上 進行大規模破壞的 這就是我跟大家 揭露電動車的問題 電動車表面上 車 沒有排放的 沒有碳排放 其實有其他有害氣體 不過 那個暫時又不算了 零碳排放的代價 就是鋰電池的生產 還有電力的生產過程 同樣地 是有大量溫室氣體排放的 即是說 你的車不排氣體 但是實際上電廠 排氣體 鋰電池 也是超級 污染環境的事情 即是說如果你搞環保 是搞到 污染其他事項的話 到底你還可不可以說這個其實是環保呢 這個是非常之 惹人質疑的 香港不用說了 香港 就是對付了即棄 的餐具 但是取而代之 是大量的 垃圾餐具 例如木製餐具 紙製餐具 這些通通都會造成其他環保問題 但是高高舉起 要走數的人 是完全不理會這個事實的 也沒有回答這些問題 這群環保份子 甚至乎回答你 其實我也反對紙餐具 不過反對不了 所以就容許你繼續用 即是說其實這群環保塔利班 基本上是徹底 是不理會其他人的生活的 因為我們知道 整個世界 不是每個人的條件一樣 我們已經舉例舉了很多次 例如香港很多基層市民 要吃外賣 你要吃外賣帶餐具 對他們來說可能很麻煩 因為 可能是地盤工友 裝修工人 職業司機 他們也沒有地方可以使餐具 即是說有很多工種 根本是不適合自己帶餐具 香港的飯盒跟外國人不相同 歐洲你吃外賣 很多東西 逃手就能吃到 例如吃麥當勞 吃三文治 吃Subway 吃Burger 大多數的食物 都是可以用手拿著解決的 你想買個飯盒也挺辣 但是香港的外賣飯盒 不是這樣的設計 香港的外賣飯盒 多數都是叫做執拌飯 即是說 你如果不用餐具是非常難進食的 既然是環保事項 所以有人提出一個問題 既然是跟環保有關 如果我不贊成環保 那就跟我沒有關 理論上我真的覺得這個 論點其實是成立的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 說了很多次 其實 一個社會 你要搞環保議題 是必須 要有 人民授權的 即是說 社會要有共識 在西方 很簡單的 如果有人民授權 有市民投票給你 你通過這個政策 大家 就是會比較接受這件事 因為 第一 我可以反對 第二 我反對不了 我可能需要接受那個結果 因為這個 是有民主的進程在裏 但是香港現在 是完全沒有的 香港政府 完全沒有民意受決 香港的環保份子 更加不會有民意受決 這班人 背後 不知道收了地產商多少錢 背後到底 收了甚麼組織 給他們錢 你完全不知道 是要知道的 即是說是徹底 黑箱作業 是私營機構 到底憑甚麼 一個社會 大多數的人 是要接受 一班少數的人 的私營機構 基於自己 的想法 提議 其實我是完全看不到 為甚麼 我要接受的 反過來 你說香港有共識 香港有民選議會 有人民授權 然後 整個社會公開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完了 大家接受這件事 整個情況根本完全不相同 今天 環保這個議題 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不關心的事情 不關心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 是沒有理由無端端要因為你的 私人團體 背後你連誰是金主 我也不知道 我要接受你的意見 因為你的環保不等於我的環保 我可以主張很多東西環保 例如我徹底反對所有溫室氣體排放的 全部 石油 柴油 不准用 我贊成這樣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立即禁止全部東西呢 其實邏輯很簡單 當然沒有可能接受 既然是這樣 為甚麼你說要走 塑膠餐具 你說要走就要走呢 你的授權在哪裡呢 因為說環保基本上 是可以無限上綱的 甚至乎你可以反人類 你說人類本身就是污染 所以到底做到甚麼程度 是大家接受 一定是一個社會 是要有共識才做的 絕對不是 單方面幾條貿易 舉個牌出來 叫其他人接受就接受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很多香港人決定都不生小朋友 尤其是滯留在香港 跟中國大陸的用語一樣 叫做我們這是最後一代 所以也會有人提出 既然我也是最後一代 為甚麼要幫你搞環保呢 好了 這個命題 我們用回之前的 討論 最主要我認為問題 集中在前面的部分 就是社會有沒有授權 和共識 至於你是不是最後一代 就不是最重要的 就算我現在 有幾代人在 有子有孫 也不代表 對每一個人來說 環保是如此迫切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環保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是很難觀察到出來的 更何況 環保也不是說我有沒有子孫的問題 你也不想害了其他人 問題就是 我不想害人 但是不代表我要接受 環保 塔利班 即是說 我支持環保 不代表我要接受香港這一班環保塔利班的建議 將環保變成強制 基本上 是中共的做法來的 就是說我對你好就做甚麼都行 我要你打針 你跟我乖乖地打 我要你用安心出行 你跟我乖乖地用 你不用我就會拉你 如果這件事情可以接受的話 大家都不要再罵中東 不要再罵 是穆斯林 不要罵伊朗 因為他為了你好 為了你好做甚麼都行 基本上有甚麼分別 世界上任何的組織和獨裁者 基本上都是為了你好 接下來就是422了 今天 到底 會爆發出多少災難呢 我們將會繼續和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亦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sh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訊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日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 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教育 BOL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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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